HELLO 大家好,我是心田 今天要來開箱德國手錶 Paul Hewitt 那我一共準備了六個不同的款式、顏色跟風格的手錶 搭配給大家看就是戴起來的樣子 我也會配上不同的穿搭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說可以怎麼樣做搭配 而且今天不是只有女生的款式喔 也有非常帥氣、適合送給男友、老公的款式 那現在剛好聖誕節快到了 可以挑選一個跟另一半一起搭配喔 先來簡單介紹一下Paul Hewitt 他是一個來自德國的時尚品牌 他的LOGO就是非常搶眼跟時尚好看的全毛設計 我自己是覺得很好看 而且其實也可以常常在IG上面看到 就是世界各國的人都會有PO他們的這個穿搭 那他們除了手錶之外也有很多的飾品 所以今天我都會一組一組的介紹 一款手錶就搭配一個飾品 讓大家一次可以看個夠 那為了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也會從今天準備的六組裡面 最後挑出兩組來送給你們 那我們就趕快往下看吧 第一款就是現在最流行的全玫瑰金的配色 33mm表面配上米蘭編織錶帶 充滿著時髦優雅的氣質 搭配的飾品是秋冬新色 穿毛扣的皮編編織手環 那我覺得這個鵝黃色超亮眼的 很可愛 它就是帶有一點個性啊 又有這種活力混搭的質感在裡面 那我覺得這一組呢 上衣就非常適合搭配這種簡約啊舒服 可愛的顏色 像我現在呢就直接搭配這種米白色的毛衣 我覺得就非常的簡約好看 然後呢又可以突顯出這個飾品的亮點 整體呢就維持一個暖色系的感覺 第二組的手錶呢跟第一款是同一個款式 那它們都是海洋小姐系列的 這個是銀色的錶帶 最不一樣的啊 是它的這個表面的配色 非常的迷幻 我覺得 哇真的會忍不住一直看耶 就是它有那種冰淇淋啊 美人魚 獨角獸的那種感覺 就非常的夢幻跟迷幻 就是你從不同的角度看的 那個彩色的光線是不一樣的 那搭配的飾品呢 就選擇是有經典纏矛的大理石圓豬手鏈 我覺得非常的可愛跟迷人 而且呢大理石完全就是我的菜 我超喜歡 穿搭上呢我覺得就非常適合 就是有點這種夢幻啊少女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別的混搭風格 那我自己是換上了這種 就是比較有一點少女這種和葉玲的襯衫 它又是雪紡的材質 整個就是非常的輕盈跟夢幻的感覺 那第三款的部分呢 我就直接用筆的給大家看 因為這一款呢 對我來說有一點太大了 就是非常的適合男生朋友們 或者是比較中性的女生 那這個的話呢 我覺得在服裝穿搭上呢 也是非常的百搭 好的那這一款呢 它就是一個大表面 42mm 所以我覺得男生戴上去呢 馬上就是直接變得很潮很有型 那如果女生想戴的話呢 當然就是你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手腕太過纖細的話呢 可能就沒有那麼適合 因為它這個的寬度是固定的 我自己是覺得是更適合送給男友啊 或是老公的款式 它這一款呢 它是黑色的表面 雖然整體呢 是比較帥性 但是呢 它的這個指針啊 都是玫瑰金 所以我覺得還是很有質感 那這個不鏽鋼的錶帶 它跟這個C字環 是直接一起一服販售的 第四組 這一款呢 是Paul Hewitt 非常經典典樂的系列 39mm 但是呢 它很輕薄 所以啊 我覺得女生戴起來 你也不會覺得說很大很重 玫瑰金搭配深藍色的表面 有一種俐落又不失氣質的感覺 我覺得呢 非常適合像是韓劇啊 就是精密書啊那種穿搭 就是有那種女生的氣質魅力 又很俐落的感覺 那這款手錶搭配的飾品比較不一樣 是搭配925純銀玫瑰金的愛心項鍊 增加一些柔和的小細節 所以呢 穿搭上我覺得就很適合像是這種西裝外套 又有氣質又有俐落的女人味 第五組 那如果穿搭上呢 想要走男友風 又不想要太over的話呢 我覺得這一款的提格表 它就非常的適合 它是鑰匙黑色深色調的42mm大表徑 帥性又不失神秘的獨特風格 搭配的飾品呢一樣也是編織的手環 但是這一款呢 相較第一款就非常的帥氣 它的顏色啊 是這種咖啡色 而且它是尼龍帶 環扣的部分呢 是鋼的顏色 我覺得呢 很適合像是穿搭 休閒風啊 工裝風啊等等的 那像我現在呢 就是搭配比較 有點男孩風 黑色的帽子 跟黑色的飛行外套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款式也是非常的百搭 而且它的這個黑色啊 比較霧面的質感 就不會說亮亮的 那特別喜歡霧面的人 我覺得就可以考慮 那像是在這個皮革的部分啊 它其實是有一點這種灰色調的 整體呢 我覺得是非常的協和好看 第兩組 那這一個表呢 它是我們這六個款式裡面的表面最小的 只有28mm 它整個呢都是金色調 非常的有質感好看 我覺得這一款應該沒有一個女生會不喜歡吧 非常的簡約跟舒適 那我覺得小表面呢 戴起來會比較的淑女 那它搭配的呢 也是金色的手環 整體是非常的亮眼 這款呢我覺得是非常的百搭的 不管你今天是要走簡約風 氣質風 淑女風 我覺得都很OK 那我今天呢 就是把它拿來搭配一個比較這種 花色的洋裝 穿給大家看 也是非常的OK 好啦 那很快的就要開箱完畢了 希望今天有幫助到大家如何挑手錶 以及要怎麼樣做搭配 那抽獎的部分來囉 我今天要抽出的就是 第四組跟第五組的手錶給大家 那抽獎的辦法 就要仔細看說明欄囉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欣田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跟小鈴鐺 繼續支持我做影片喔 也要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請問我 有趣的 我也會看